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28号,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美国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参议院领袖麦康内尔将于11月辞职 加州查获的芬太尼数料能杀死全世界人口的两倍 德克萨斯州山火蔓延至50万英亩,迫使疏散并切断电源 纽约大学前财务总监承认非法转移300万美元 FAA限时播音90天内制定解决质量问题的计划 美国考虑监管、联网车辆、以防家庭虐待者、追踪受害者 美国喜剧演员理查德·刘易斯去世享年76岁 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宣布将于11月辞去这一职务 他在共和党内部剧烈动荡的情况下维持了近20年的权力 上周刚满82岁的麦康奈尔,周三在参议院的演讲中宣布了他的决定 1985年,当他来到参议院时,他坐在后座上,满怀敬畏地看着参议院 如今他坐在前排的位置上已经很长时间了 他说,生活中最被低估的天赋之一,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进入生活的下一个篇章 所以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宣布这将是我作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最后一个任期 他的决定标志着共和党正在发生一场强大的意识形态转变 从罗纳德里根的传统保守主义和强大的国际联盟到前总统特朗普的激烈往往是孤立主义的民粹主义 当他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他说话时不时结结巴巴,情绪很激动 来自两党的参议员,其中大多数人对这一消息感到惊讶 总统乔拜登对这个消息也感到遗憾 他说,我信任他,我们的关系很好,我们拼命战斗 但他从来没有歪曲任何事情 助手们表示,麦康奈尔的声明与他的健康状况无关 这位肯塔基州参议员去年摔倒造成脑震荡 在两次公开场合讲话时,他的脸一度僵住了 麦康奈尔一直面临着来自与特朗普坚定结盟的党内不安 有时甚至充满敌意的派系的压力 自2020年12月以来,两人关系疏远 当时麦康奈尔拒绝承认特朗普的说辞 即民主党人拜登当选总统是欺诈的产物 麦康奈尔没有说明这一决定的具体原因 称他已经考虑了几个月 当他谈到自己的参议员生涯时 他说,如果有人记得我的名字,我就很高兴 美国阿片雷药物危机越来越严重 据报道,去年加州官员查获的芬太尼数料 几乎足以杀死全世界人口的两倍 2023年,加州国民警卫队截获了62,000磅芬太尼 这是一种致命药物,其浓度大约是大麻芬的50倍 这比2021年的积获量5300磅增加了1066%,令人震惊 加州州长纽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芬太尼是一种药物,它不属于我们的社区 加州正在严厉打击,并追究毒贩的责任 以打击阿片雷药物对我们社区造成的不可估量的伤害 美国目前正在应对被称为第三波阿片雷药物危机的斗争 2010年流行的芬太尼加剧了这一危机 2023年,旧金山打破了因吸毒过量死亡人数最多的历史记录 超过800人死亡,其中653人死于芬太尼 在全国范围内,2022年因阿片雷药物导致的10万例死亡中 芬太尼占到了令人震惊的70%,只需2毫克就足以杀死一个人 在过去10年中,它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因为它的制造成本相对较低,它也经常被用来绑在其他药丸上 因此毫无戒心的购买者不知道他们正在服用什么 从而增加了意外服用过量的风险 自2019年,纽森成为加州州长以来 已经投入10亿美元来限制贩孕和扩大对成瘾者的治疗计划 来抑制阿片雷药物危机 2023年,美国毒品控制局查获了大约8000万例含有芬太尼的药丸 合计12000磅芬太尼粉末 今年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发现了近2000万颗含有芬太尼的药丸 和超过1200磅的芬太尼粉末 德克萨斯州毁灭性的野火已促时 数十个县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并在德克萨斯州狭长地带的部分地区下达了疏散力 由于全州范围内广泛发生野火 州长阿伯特周二宣布60个县进入灾难状态 其中最大的一场火灾是燕屋西火灾 是德克萨斯州历史上第二大野火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获得的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 安全局的内部情况报告 由于山火、核武器工厂已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 并疏散了非必要人员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林务局周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德克萨斯州狭长地带在温暖、干燥和多风的条件下 引发了几场大规模野火 今天强风可能会影响这些野火 并且仍然有可能发生新的火灾 据国家现象局称 周二火灾继续主要影响德克萨斯州狭长地带的中部和东部地区 据德州林务局称 火灾面积估计已经扩大到85万英亩 截至周三下午火势已经得到3%的控制 自周一以来已经有40多栋房屋受损 该市部分地区已被疏散 尽管明天可能会下雨 但强风、反常的高温和干草正在加剧火势 纽约大学一名前财务总监 承认犯友一项价值超过300万美元的金融欺诈罪 当局称这些钱被用来修建私人泳池和房屋翻修工程 曼哈顿地区警察官布拉格和周沈记长迪纳波利的办公室 周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57岁的康涅狄哥州韦斯特·波特市的塔佩利用他在曼哈顿 学校的职位转移原本用于少数族裔和女性企业的资金 据办公室称塔佩周一承认犯有重大盗窃罪 并同意缓刑5年并赔偿663209美元 布拉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的欺诈行为不仅威胁到残疾学生和多种语言学生的教育质量 而且剥夺了我们城市的少数族裔和女性拥有的商业企业公平竞争资金的机会 布拉格和迪纳波利的办公室表示 塔佩将330万美元转移到他在担任纽约大学财务和行政总监期间创建的两家空壳公司 办公室称部分挪用的资金用于了支付纽约大学相关费用 包括员工报销 但超过66万美元用于支付塔佩的个人费用 包括翻修他在康涅狄哥州的家和价值8万美元的游泳池 据布拉格和迪纳波利办公室称 被挪用的资金于2011年至2018年间的州教育部向纽约大学提供的2300万美元拨款有关 塔佩的律师科尔森表示 他的委托人已经承担责任 对自己的不当行为深感遗憾 并计划在4月16日宣判前 全额支付所需赔偿金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周三表示 波音公司必须在90天内制定解决严重质量的安全问题的计划 该机构表示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惠特克和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 周二举行了为期一天的会议 惠特克提出了这一要求 这次会议是在美国联邦航空局委托进行的为期一年的调查 发现波音高管和员工之间在安全问题上脱节的第二天的举动 并表示员工担心因报告安全问题而被重新分配或阻碍职业发展 在此次会议之前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预计将对波音生产线进行为期六周的审查 此前审查是由于1月份一架波音737 MAX-9飞机 在飞行途中门塞爆裂而引发的 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 波音公司的计划必须解决公司安全管理系统方面的弱点 并将SMS计划与另一个质量计划相结合 SMS是一本手册旨在指导员工应遵循的程序 以确保飞机安全 但该小组表示尽管近年来对该手册进行了大规模重写 但他发现许多波音员工对波音SMS工作及其目的的程序并不了解 波音安全缺陷的小组建议该公司在六个月内解决这些问题 但美国联邦航空局的新指令设定了更快的时间表 美国电信经管机构正在考虑制定一项规则 阻止家庭虐待者通过联网车辆追踪其伴侣 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尔要求其他委员开始起草新法规 罗森沃塞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家庭暴力的幸存者不应该在放弃车辆和感到安全之间做出选择 几乎所有新车都具有便利功能 可以使用电信网络在停车场查找汽车 远程启动发动机甚至与紧急救援人员联系 但这些功能也可以让施暴者追踪受害者的行踪 去年国会指示联邦通信委员会实施安全连接法案 该法案赋予该机构帮助受虐待伴侣的权利 该机构规定如果账户中有施虐者 手机服务提供商必须将与将关家庭成员的电话线分开 该委员会将调查该法案是否赋予其对汽车制造商做同样事情的权利 如果委员会批准拟议规则 他将获得公众和行业对联网汽车服务的听证 在此之前 罗森沃塞尔一月份致函美国9家大型汽车制造商 询问有关联网汽车系统的详细信息 以及为遭受家庭虐待者骚扰和跟踪的人们提供支持的计划 一些汽车制造商允许合作伙伴将其汽车与汽车制造商或手机应用程序断开连接 而其他汽车制造商则没有表示采取太多措施 例如丰田和福特表示 他们会应受虐待合作伙伴的要求 取消对车辆位置信息的访问 福特在回应中表示 任何担心被跟踪的人都可以使用车内的触屏 关闭位置数据 甚至完全禁用连接 美国喜剧演员理查德·刘易斯 因在HBO喜剧抑制你的热情和电影《罗密汉》 仅身一男人中的角色而闻名 刘易斯的公关亚伯拉罕 在给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刘易斯周二晚上在洛杉矶的家中 因心脏病去世 享年76岁 声明称 刘易斯一直患有帕金森病 刘易斯以其黑色和自嘲似的幽默感而闻名 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喜剧俱乐部 并出现在深夜脱口秀节目中 例如70年代的约翰尼·卡森金夜秀 1989年至1992年间 他与科蒂斯一起主演了 ABC情景喜剧 除了爱情以外的一切 这是一部职场浪漫情景喜剧 共演了四个季 两人在芝加哥一家杂志社扮演同事 努力将自己的感情排除在工作场所之外 他还在拉里大卫的《抑制你的热情》中 扮演了虚构版的自己 目前已经播到第十二集 在大荧幕上 刘易斯最著名的是在梅尔·布鲁克斯的喜剧经典 罗宾汉《紧身一男》中 饰演约翰王子与加利·艾尔维斯演对手戏 刘易斯出身于纽约布鲁克林 在新泽西州 恩格尔·伍德长大 他在喜剧和作品中诚实地讲述了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 以及从酗酒和吸毒中恢复的情况 比如他在2000年写的回忆录 另一次大萧条 以及2015年的自传书 《地狱的反思》 《理查德》 刘易斯关于如何不生存的指南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